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主份省部级干部22人 厅局级干部2058人 县处级干部1.7万人 乡科级干部6万人 一般干部6.7万人 农村 企业等其他人员26.8万人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聚焦关键少数 日前省纪委监委 省复联联联合开展的 清风传家 言以至家主题连政教育活动正式启动 活动持续两周 实现省管干部家属警示教育全覆盖 此次活动共分为18场次 近800名省管干部家属 共同参观了全面从严治党 永远在路上主题教育展览 共同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境界2》 此次展览和专题片选用的案例 都是该省近年查处的 违纪违法典型案例 蒋介茨从不良家风剖析腐败成因 警醒干部家属联以持家 培养良好家风 一个人抵御腐败的能力是有限的 但整个家庭联合起来 抵御腐败的能力就是无限的 为家风家规的形成 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弘扬一种上德之风 奋斗之风 学习之风 和谐之风 上联之风 以良好的家风 共同铸造反腐畅联的坚固屏障 从自身做起 从小事做起 从细节做起 此次活动采取正反结合方式 分领域 分类别 分地区 为省管干部家属 量身定做警示教育套餐 省纪委阶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展览中 省管干部和市县班子家属 观看市县党委书记案件分析 政法系统经济部门 国企高校等家属 观看相对应的领域案件分析等 活动坚持反面警示与正面引领结合 在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和参观连结教育展后 家属们还参观了老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 家风家训展等 聆听杨静宇将军第三代后人马济志 讲授红色家风故事 活动最后 干部家属还召开了座谈会 干部家属纷纷表示 一定要助劳家庭第一道防抚线 稳稳守护家庭幸福 要当好贤内住 更要做好连内住 当好家庭的贤内住 把住家庭的连政官 然后守住家庭的幸福门 要反复地说 我们为国家做点什么 为人民做点什么 这是应该的 而不应该总想去得到什么 扎劳家庭的防抚的礼宝 把好家庭连政门 清风传万将幸福你我他 牢牢树立不能辅 不想辅 不敢辅的意识 做一个忠诚担当 连结的好干部的家属 通话市政协党组书记 主席 通话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 通话市公安局原局长 纪凯平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长春市纪委监委消息 吉林省东梁粮食集团 有限公司 范家屯第一粮库主任 易鸿伟 双龙粮库主任杜学斌 范家屯第一粮库 财务部经理王爽 涉嫌粮食购销领域 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据辽园市纪委监委消息 东风县镇交粮库 法定代表人徐世祥 涉嫌粮食购销领域 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 据白城市纪委监委消息 中和粮油 陶南有限公司 业务科科长江山 涉嫌粮食购销领域 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省纪委监委宣传部 策划了吉林红色展馆中的 作风纪律系列短片 今天展播其中的两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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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党员队伍逐渐壮大 虽然后来在敌人的围捕中 刘建璋被迫离开岩边 但是他的思想一直影响着浑春的革命队伍 展馆中还有这样一张老照片 拍摄了一片不起眼的空地 在这片土地上 当年浑春第六任县委书记徐光 工身田间与群众共同劳作 克服重重困难 结下了党和群众的雨水深情 1932年初 浑春县委成立第一支抗日武装大荒沟别动队 徐光领导全县人民创建了 大荒沟抗日游击根据地 烟通喇子抗日游击根据地 物资储备匮乏 作战条件艰苦 是根据地最大的难题 徐光带领大家开垦荒地 耕种作物 由于缺少耕牛 徐光就和战士们背起耕梨 入起袖子 在田间劳作 战士们心疼徐光每天为大使操劳 不忍心让他做这些出力的农活 都劝他好好休息 可徐光还是把拖动爬里的麻绳 套在了身上 他说革命事业是人民的事业 是不分高低贵贱的 只有职责不同 我也是人民的一分子 怎么就拉不了离 徐光还特意开辟了一块 属于自己的耕地 忙完了工作 就在这块地上耕作 休息时 在田间地头给战士们 讲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衷和发展史 教导这些十七八岁的战士们 要密切联系群众 坚定革命信仰 1933年6月 在日寇的夜袭中 为给驻地群众向山上转移争取时间 徐光带领几名战士 将敌人引到河边丛林中 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当时的游击队小队长吴斌 和徐光感情很好 之前两人经常你扶我拉一起耕作 吴斌收起徐光用过的耕铃 继续在这片土地上战斗 将徐光全心全意担当奉献的故事 讲给新加入的游击队员们 在徐光牺牲四个月后 吴斌所在的游击队完成任务 在大荒沟附近修整时 遭遇敌人埋伏 紧要关头 他和徐光一样 带领几名战斗经验丰富的队员突围 想要牵制住敌人的火力 为其他人转移争取时间 在一棵山楂树旁 吴斌腹部中弹树枪 肠子流了出来 他靠在树下 一只手把肠子塞回腹中 另一只手举枪坚持射击 直到枪里的子弹用完了 敌人也围了上来 为了不让敌人缴获枪支 他用尽力气把枪栓拉下来 投向远处的草丛 把这支没了枪栓的枪藏在身下 壮烈牺牲 吴斌等1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领导南满解放区东北民主联军主动出击 粉碎敌人进攻 以减轻北满根据地的压力 形成东北民主联军对敌的有力态势 针对上级的这一决定 南满解放区内部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声音 争论十分的激烈 如何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式 合理解决内部争论 统一思想行动 落实上级指示 成为摆在新任中共南满分局 书记兼南满军区政委陈云 和南满军区司令员肖敬光等人面前的首要难题 1946年12月11日 肖敬光在七道江前线指挥部 主持召开师级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 会议争论两天 主张北撤的人和主张留在南满的人 始终是相持不下 会议开到第三天时 前方传来军情 敌人大兵压境敌东北保安副总司令 郑栋国已抵达了通话 肖敬光 交集万分 给在临江养病的陈云打去电话 请他尽快来做最后的决定 1946年12月13日深夜 陈云冒着风雪来到了七道江军事会议会场 陈云走进会场后 对大家说 你们都是搞军事的 我是来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主意还是大家出 办法还是大家想 听着陈云同志平易见人的话 气氛顿时活跃了起来 大家无拘无束的畅所欲言 陈云一边仔细的听 一边认真的记录 不时插话询问 主流派和主撤派展开了比较激烈的讨论 毫不相让 会议一直开到了凌晨三点 14日七道江军事会议继续进行 最后陈云全面听取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后 加重语气说 同志们既然让我拍板 那好 现在我就拍板 我们不走了 都留在南满 在长白山上坚持斗争 我们不搞一言堂 要以礼服人 坚持民主集中制 所有决议 要大家中的多数同意才算数 所以我还是要讲讲 不走的理由 因为南满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 它对东北乃至全国都很重要 留下坚持南满 可与北满城计较之势 坚持敌人相当大的兵力 打乱敌人先南后北的战略部署 否则南大门一开 狼就来了 北满也困难了 整个东北的形势也会更加的严峻 如果这个决定做错了 所有的责任由我一个人承担 希望大家团结一致 共同对敌 陈云接着说 北撤我们还有一个损失 那就是南满广大人民群众 失去了群众 我们将难以取得胜利 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我们党史 趋势已经证明 我们之所以越打越大 关键在于 我们与人民迅浓雨水 雨水情深 谁也离不开谁 离开的人民群众 还是共产党员吗 陈云的话如醍醐灌顶 从政治高度 使大家感到从未有过的清醒 大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会议在做出决定后的第三天 四宝临江战役打响 南满我军在北满部队的配合下 奋力抵抗 成功击退了国民党军 连续四次进反 整个战役共歼敌五万余人 粉碎了国民党军队 对南满解放区的进攻 迫使东北国民党军队 全面转为首势 陈云在敌人大兵压尽的情况下 审时夺势 统筹全局 作风民主 坚持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激发集体活力 统一思想行动 克服一而不绝的分散主义 使七道江军事会议 取得圆满的成功 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 通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 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而做出的重大决策 全党同志要做到 学史名理 学史增信 学史重得 学史例行 学党史 勿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以昂扬姿态 奋力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下面我们就一起学习一下 有关党史的学习视频 上路进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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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这些只是共产党人的本分 根本不值得夸耀 可我整天所在那站就不在了 我有什么资格去败自己啊 新中国走过了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曾经的炮火消烟散尽 九千八百九十九万农村贫困人口 也已经全部脱贫 我们等为什么能够创造奇迹 张富青的事迹与精神就是成就奇迹的力量 就是读懂奇迹的密码 就是读懂奇迹的密码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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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更深深地理解到信仰作为生命的含义 连队的战士们说 每次任务出征前 任务执行中 半截皮带的故事 都是一堂战斗动员课 一记攻坚克难强心针 一想到先辈们在条件异常艰苦的战争年代 依然坚持铁心跟党走 便有了前行的动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您在每周一准时关注 党风联正进行时 同时您也可以登陆省计委 官方网站观看我们的节目 并发表